好像不認識我 我有些同學不太認識 那我自己 自己自我簡介一下 也不是什麼 要找到我非常簡單 你知道Google吳老師 前面幾個都我的 你想說前面幾個 什麼意思啊 你如果Google吳老師 這關鍵字大概有 前面四五個好像都都是我放上去的東西 這關鍵字 打錯了 那叫吳老師的一堆啦 不過 裡面的話Google結果 我看應該 第一個page裡面大概有 一半吧 是 跟我有關係的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 電腦 好像run太多東西了 他記憶體會不夠 這可能要 OK 那你們攝取一下之後的話 第一個連結 對 就是我放上去的那個 部落格 我的教學部落 教學部落格裡面我剛有提過 我至少 放了上千篇的文章 都跟教學部落有關係 那當然你如果喜歡寫作的話 不怕沒有地方寫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到Google上面去找 那我教過的課程其實非常廣泛 舉凡 就是城市設計方面 我後來 最喜歡的 還是教城市設計 因為我後來找到我自己對於城市設計好像有獨到的一種 算是敏感度吧 所以寫城市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就 針對自己的興趣去做發揮 那我剛剛提過 我很想說 老師你不是 以前是 唸到 中文的 文學博士嗎 你怎麼跑去寫城市 對 這個歷程其實說來話長 但是呢 我也曾經去當過國文老師 我也教過國文 不過一教到文言文 所有的同學都趴下來睡覺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 感覺是非常不好 我想 因為那時候我還年輕 我那時候念碩士班的時候 我就去 教國文 我就想說 天啊 我這樣我要教二三十年 以後我學生只要 講到文言文課程就睡覺 但是我要講一些其他的 大家就醒過來了 那我總不能又講其他的 這真是一種煎熬 後來我想說 有什麼東西是大家可能需要的 然後呢 我覺得我自己有興趣的 後來呢 感覺又到另外國度吧 所以我就自學學了城市設計 但剛開始非常的辛苦 因為都學不會 從來沒有這麼挫敗過 但是就是因為挫敗 才感覺到 我一定要把它學 因為我覺得沒有學不會的東西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學城市不是用學的 是要動手做 你動手做之後你就會了 果不起來 我動手做我都會了 原來那個東西是用做的 而不是用看的 跟文學完全不一樣 文學沒有辦法做 你去看一些劇情 你不能說愛情小說 你也模仿他 當然也是也會這樣 不過基本上是不同世界的 層次不同 OK 所以大概說明一下 那我跟這相關的電腦經驗其實還蠻豐富的 那我有五年的創業經驗 而且得了傑出創業楷模的獎項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有至少六百萬次的觀看次數 訂閱人數已經1.6K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呢 除了在 因為學校 不過學校只是簽證 因為我覺得我有 我覺得我需要來學校 傳遞一些訊息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念了中文系 這麼久了 後來發現真的要用還是有點問題 真的還是要及早做準備 不是說呢 念這些都沒有 沒有 其實你也不能說用不用 他實際上是 另外一種層次 的 的東西啦 人文素養其實相當重要 但是呢 如果沒有工具 他無法發揮 這是重點 所以如果 如果你有工具你又有人文素養 我相信你會在職場上 發展的比別人更好 我想應該可以理解很多東西很多產品 真的就少了一點東西美感好了 美學的東西 就像賈博斯 他設計智慧英手機為什麼可以賣那麼貴還賣那麼好 其實你感覺就是不一樣 所以有些東西就差一點點 那因為這學期 為什麼今天那個 有個老師來 因為主要是 我 我們系上很特別 開了一些特別的課程比如說像大樹去分析跟你們現在學東西 其實呢 全台灣 真的只有原子大學開這個課 OK 那我當然也很樂於來這邊開這個課啦 主要也是希望能夠真的給你們一點東西 這個 就上上學期的 那有同學上 好像有同學在裡面吧 OK 另外的話呢 在志強工業基金會有頒一個獎給我 叫做卓越貢獻教師 為什麼拿這個獎項呢 我想應該也不是偶然的了 因為我有天突然想說我在 這一個 教學的單位 就也教這麼久會是不是應該 我也其實蠻認真的坦白講 因為我在網路上 PO了幾千篇的文章 放了幾萬個影片 好像也沒有人像我這麼認真 是不是應該會有人給我一些獎項呢 我才有這個念頭隔一天 志強工業基金就頒一個獎給我了 然後呢最近那個文化大學基金又對王部 也頒一個獎給我 我想說是不是人家有獎 後來他說不是 只有四個老師有獎 他說頒一個獎我想說什麼獎呢 他那個獎項還蠻特別我有點記不太起來 他叫什麼 趨勢先鋒獎 趨勢先鋒 我想說 因為文化大學推廣部應該算是全台灣最會賺錢的 單位了 因為他利用 細節不講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另外我的證照也超過30張 其實想說 中文系學生幹嘛 中文系畢業你幹嘛去考證照 中文系畢業更需要去考證照嗎 為什麼你要證明啊 所以有些東西啦 說真的口說無憑 請你拿出 真的人能夠證明的東西吧 所以我一直強調 請你留下你的作品 無論是畫面也好 將來你要取信於別人 請你讓他看一下 真的 最好是有第三方公正蓋章的東西啦 或者是說 連老師都驗證過 像我有個學生 是在業界當那個 當協理吧 還是當專案經理也是一樣 很妙的他說他老闆問他說你認不認吳老師 他說認識 他是我老師 你錄取了 他跑來跟我講的 這麼妙 不過他老闆剛好我也認識了 OK 好 那觀看次數大概就這些 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個有預估收益 只要你掛上廣告之後 他會告訴你賺了多少錢 然後賺了多少錢其實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真的像我出國的旅費都是Google贊助的 像我上個禮拜才從 才去北海道6天 不過我都是自由行 還蠻有趣的 所有的旅費呢 都是Google贊助 還有剩 OK 然後呢 他每個月 付我多少錢呢 付款金額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將來呢 你的 金額超過100塊美金 這個是美金喔 他就會通知給你 然後你只要有一個什麼 MTCN的號碼 你就可以把它領 因為我有在 大眾銀行開了一個戶頭 直接可以把這個 MTCN的號碼貼上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錢領到我的戶頭裡面 什麼事都不用做 這件事我做了好幾 好幾年了 感覺還蠻好的 沒有每個月都有錢進來 當然這個錢其實並不是 我覺得他的實質意義並不大 因為他不是我的主要收入 但是他的象徵意義卻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真的是 可以賺到錢 而且這件事我也 跟很多同學講過 果不其然 最近YouTube真的大爆發 所以之前如果聽我的話的同學 他已經真的可以靠這個 來做他一個 這個收入之一 其他當然 政召中心也找我當那個評審委員 或者是任 這個這個 幫忙審題 命題 那 後面的話 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大概簡介一下 我們後面可能會 稍微了解一下 大概工業4.0裡面有一些什麼新的雲端的應用 有沒有 工業4.0裡面 大概會有這些應用 包含雲端 包含物聯網 所有東西都可以上網 大數據管理 其實上學期我們有講到大數據管理 智慧設備 這個智慧設備裡面可能會跟App 裡面可能需要軟體 所以未來工廠未來辦公室其實也是 那Google應用有這些雲端硬碟 Google地圖 YouTube等等的 我想如果你對於Google的雲端不熟悉的同學 請預先花一點時間先做準備 另外Google地圖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 如果你沒有在用Google地圖的同學 請務必 找一下裡面有個在地想導 這個在地想導裡面呢 你只要到任何地方 你可以照相 評論 上傳 累積分數的話 他就會給你一個等級 Label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 我目前 這等級是等級8 等級8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你自己試試看就知道了 因為我現在有2萬多分 OK 其他的話還有像Google地圖其實非常好用 裡面像出國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真的有Google 地圖 去哪裡都方便 他其實可以幫你規劃行程 告訴你交通費用 你下 下車 而且GPS隨時都知道你在哪裡 太方便了 OK 這規劃了 像怎麼做 做多少錢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然後我訂的車票 怎麼樣 等等OK 大概秀一下 這個是之前去北海道拍的 所以我想 做個 Google相簿 裡面當然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就是先跟各位開個頭 就是先了解雲端硬碟 下一次的話也許 我們可以再來看YouTube 因為我想 今天第1週 也不要給各位太多東西 那也許後面的話先開個頭YouTube 當然一個新的機會 那了解 在台灣 前10名到底是哪些 當然也許你們自己網路上可以查得到 那 如果說呢 下一個階段如果你YouTube 你的頻道還沒建立的話 那請各位 回去先 試試看 請你把你的YouTube頻道 先給建立起來 那YouTube頻道在哪裡呢 基本上 你可以在這邊 點擊這邊有YouTube 那第1個當然你要先登錄Google帳號 那請各位就是試著 把今天的作業先試試看 那作業最後會有一個比如說 回復的結果對不對 那請各位 要不就是你幫我把他照相下來 將來我需要的就是 第一個 你提供給我 最後你這個畫面的連結 不特別注意 你這個連結 一定要是可以連進去 你不要丟一個 不能連結的 所以我需要什麼 短網址 加QR Code OK 所以作業1 請提供給我你的設計表單的 那個什麼呢 短網址 加QR Code 應該沒問題吧 至於 你要做什麼樣的問題 你自己設計 當然不要太多了 我自己想想看 我頂多大概3到5個其實問簡單的問題就可以 比如說像 其實我非常想知道 到底 中文系的大學生對文言文這個議題 你們有什麼看法 所以有沒有辦法幫我設計一下 看看有沒有同學可以給我答案 中文系的 所以你就找一下看 所以你的那個 問卷的對象 盡量是 以那個中文系的同學為優先 或者是說現代文學跟古典文學到底中文學學生的比例 你希望哪部分應該是比較多的 諸如此類 因為其實 中文系這幾年 也還是希望能夠做一些 調整能夠跟 整個大環境能夠銜接 所以 想想看 盡量的問題 還是盡可能在 我們中文 如果你是外系同學 你當然可以 想一些 其他東西OK 不過如果是本科系同學盡量 那我需要的就是 幫我把它縮短網址 加一個QR Code 那QR Code你可以按右鍵你也可以另存新檔 對不對你也可以把它存成一個圖檔所以我將來會需要有一個網址 加一個QR Code 這個其實可以先做因為你還不需要給別人做 打的結果 做答結果可能要需要一點時間嗎 所以給各位兩周的時間好不好 兩周 就是兩周之後呢 請你把那個做答的結果 像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最後的話會有可能他的這個畫面所以你可能 需要把它拍照吧那拍照完之後應該會拍照吧 最簡單方法你找一個拍照軟體嗎 拍照 然後放在word檔也可以貼到word然後存一個檔 就是你的問卷結果 OK所以我大概會需要三個東西 一短網址 二QR Code 三 最後 結果畫面 三個東西 應該沒問題吧 第一個 Google表單的練習 今天的那個相關畫面我也把它 放在我們雲端上面 所以未來我們的雲端 是這個網址 所以可能要稍微記一下那個 我們的網址這個 goo.gl xk 8g wg OK 那這個網址裡面你連進來 我也會放什麼呢 放一些相關的補充資料 還有今天上課的 剛剛的畫面如果你有些沒聽清楚的話 我也會把它截圖放在這邊 另外上課我都有錄影 所以如果你有些細節沒有聽聽到的話 我會把它貼到port OK 那你們就把細節再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大概 我想因為第一週上課了所以 我們剩下的時間 就給各位 彈性的應用 看你是要在這邊做練習 還是要 然後 在其他地方練習 都可以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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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